我所有的自负皆来自我的自卑,所有的英雄气概,都来自于我的软弱,所有的振振有词,是因为心里满是怀疑,深情是因为痛恨自己无情。 这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虚空而生的,站在光里,背后就会有阴影,这深夜里一片静默,是因为你还没有听见声音。 人就这么一辈子,欲望,就像手中的沙子,握得越紧,失去得越多,每个人心里,都有个过不去的人,不管你有多爱,都应知道,TA在你的生命里只有两种结局,要么是终点,要么是路人,再无别的选择。 不爱理你的人就别去打扰了,陪了笑脸还丢了尊严,不合适的鞋就别去硬塞了,摸了自己的脚还落下血泡,非尽心思讨好,却换来不需要,是尽的一个人好,却得到不重要。 不要把时间花费在一厢情愿上,打扰了别人,做见了自己,永远要记住,不惜为者,绝不为我所藏。 不爱我者,你不配在我心上,别人不原谅你,你可以失去自己原谅自己,因为你不是去为别人而活。 有些精彩是注定就是属于他人,你无需驻足,走好平凡的步履,期待忏悔不约不止,没有什么快乐,省过是有颗安闲自在的心,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,把不愉快的人和事,从记忆中删除。 格式化自己,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,没有过不去的事情,只有过不去的心情,心若晴朗,人生便没有雨天,刺激才是人生的作者,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。 成长就不要害怕独自行走,也不要害怕喜欢上独自行走这种感觉。 不要让任何人的愚昧无知,大惊小怪,或消极态度阻碍你,让你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,要坚持做你心里认为正确的事。 只为你自己,常有人说,我现在不幸福,等我结婚或买了房子,就会幸福了。 事实的真相是,幸福的人在哪儿都幸福,不幸福的人在哪儿都不幸福。 所以要先培养自己的幸福力,不论发生什么,别人都动不了你我的自在开心。 最好的女人,并不是明艳动人,也不是英勇华贵。 更不是性感迷人,而是有一种历见风霜后的淡定,有一种远见事实后的天然。 不要害怕痛苦和伤悲,因为一切的伤痛,到最后都会令你变更好。 心理的伤发,是女人成长的标志,眼最痛的不是伤口,而是没人懂。 最累的不是身体,而是心,醉的不是酒,而是人。 最难过的不是心情,而是日子,如果喝酒哭了,不是喝多了,而是委屈了。 人的一生遇到的大部分人,都是从陌生到熟悉,再从熟悉到陌生,这是世间最无奈的聚散。 当风又起,挥手不见,所有的失落与感伤会带着记忆跟随自己。 在相聚的日子,在行走的岁月,和一些在乎的人在一起,总是要折腾一番,为此才会让彼此记忆更深,久久不忘,有一种折磨。 只是想把一个人长久的留在生命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